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做一桌子好吃的哄我开心 现在我也会做一桌子好吃的哄她开心 做时候呢都得让妈妈追着喂 现在我学会了她的手艺 像当初她喂我一样 喂我的宝宝 当厨房里同时出现你和妈妈的身影 你们又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这时候你是妈妈厨艺的学习者 还是和妈妈一起烹饪的合伙人 亦或者是和妈妈争夺家庭主厨的竞争者 我今年72岁 我在家里做菜50多年了 我最擅长做西餐 我在意大利生活16年开过餐厅 那西餐绝对是咱的强项呀 我不喜欢吃西餐 我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味 我朋友们都特别喜欢吃我做的菜 我的手艺留住了很多回头课 我做的饭菜不光是我的孩子们喜欢 同学们和孩子的朋友们都喜欢 我儿子最喜欢吃我做的菜 我姑娘从小吃过饭吃到大的 我觉得我现在的手艺已经超过我妈了 她的朋友们吃了那叫一个好 真是天下第一 妈 您准备好接受我的挑战了吗 姑娘 你不想挑战我吗 放马过来 老娘等你 不是 这饭还没做呢 怎么二位只有打起来的架势啊 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把二位赶紧请上来 来 欢迎今天的母女 欢迎 嗨 又见面了 大家好 大家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咱们先认识认识这一家人好不好 我校曼子 然后呢 在意大利生活了16年 今天我就要挑战一下我妈妈的 我们家庭主厨的地位 我今年72岁叫刘士平 妈妈刘士平是一个美食爱好者 50多年的厨艺积累 让她练就了人人称赞的好厨艺 不仅得到自己家人的喜欢 更是让朋友们赞不绝口 女儿曼子 在意大利从厨十多年 做的西餐让外国友人都直呼经典 今天曼子向妈妈发起挑战 真的只是问了得到家庭主厨的地位吗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故事 她是我的亲闺女 我是她的亲妈妈 你看看人家的关系 人家的关系 那这么好的关系怎么刚才打起来了 不是啊 她在意大利 人家都管她叫帅夫 我不知道帅夫是干嘛用的 对对对 人家说出来就特别练 对 她就说外国话 我还听不懂叫帅夫 就人做菜 我的帅不帅夫就不知道了 是吧 但是我做的东西绝对第一 我觉得二位这个越打越热烈 我再不拦着 二位还真是要吵起来了 今天我们有个裁判团 裁判团一起决定 到底是女儿做的好吃 还是妈妈做的好吃 到底比拼什么呢 我都为二位想好了 咱们就比拼牛肉 怎么一说到牛肉 你看我们仨都笑了 咱们说 一位牛肉啊 刘阿姨为什么行 她呀 她是牛肉 刘阿姨说的太在理了 而且我告诉你 这牛肉在我手里能做出30道菜 不止 牛肉能做出30道菜 来 您听着 让您说说都是 盘牛肉条 盘牛肉条 火锅牛肉 焖烧牛肉 腊烧牛肉 麻锅牛肉 蒜香牛肉 等等的 你看你看 这妈妈一出手就只有没有 是吧 妈妈一说那牛肉菜 就跟那爆菜名似的 那把牛肉菜都给说了一遍了 你看这咱都是妈妈会的 你开玩笑呢 西餐主要的食材就是牛肉 光一牛排就好多部位 西冷牛排 对吧 菲利牛排 还有踢骨牛排 是不是 牛小排 战土牛排 这都是牛肉 对吧 而且还有今天我要做的是 红酒炖牛肉 红酒炖牛肉 对 我今天做的是黄焖牛肉 黄焖牛肉 是中餐里的经典菜品 也是妈妈牛视频的拿手好菜 红酒炖牛肉 是西餐里的明星菜肴 更是女儿慢子好手艺的证明 当中式经典遇到艺史风情 哪道菜更胜一筹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既然二位都准备好 自己要做的菜 那咱们进入到第一个环节 就是选牛肉 阿姨您选哪块 我选这块 让妈妈先选吧 这牛肉我也要用这块 我今天要做的这块 也要用这块 咱现在咱不是你俩俩了 这就是对手了 对手了 阿姨您别这样 说得没毛病 今天我们既然做PK 我们就先写开这母女 你说等最后您出门以前 还是母女 对手了 阿姨您这撸袖子干什么呀 玩真的 一下子感觉 这个气势就不一样了 给他留这块 行 这你也太小气了 这又不是在咱家 在咱家都给你 对 对对对 这是真实的 给你就不错了 给你就不错了 今天咱是黄焖牛肉呢 选择这一条 因为它中间有这个肥瘦香煎 它炖出来以后老少结余 我先切两片姜 切两片姜 咱也来三块葱 像这么宽的 咱给它来一刀 来一刀 凉水下锅 凉水下锅 不要太多 慢过它就行 好 放点料酒 料酒它起到气腥作用的 咱就盖上高压锅的锅盖 等会儿 咱这就完事了 完事了 就开始焖制了 焖制了 慢子姐 这个方法是不是太简单了 所以我说吧 就是一点清水 放了一片姜 连腌制都不腌制 连水都不焯 就这样告诉你焖制好 你在外国时间太长了 原汁原味保持它的营养价值 但不对 我从小吃您做的时候 根本都是有味儿的 你还没吃了 这没味儿 这个熟了以后我才加料了 现在加料它肉就发紧了 好吧 三片姜 三片葱 一点点料酒 我身都不要 香 多长时间 开锅三十分钟 来 要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帮我拿到后面 稍微压制三十分钟 那咱们接下来做 接下来把这个鸡啊 鸡腿啊 我现在给它做配料肉 慢着 姐 我不得不说 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嘛 是吧 打上一个鸡蛋 放上一点白面 然后倒一点点生粉 那个刘阿姨 人家筷子用反了 不瞒你说 我们都用细头 这一辈子我都用反面打鸡蛋 这头比较细 然后它就用这个打得上劲 葱苗 葱苗 外国人那个叫什么那个爪子 蛋抽 蛋抽 你看看 您得学 我不学外国人 我不学这样 倒点水 倒点清水 他还想跟我匹配 这不是学生急着吗 放油 好 咱们接下来这个油 是要炸鸡腿吗 是的 那我给您拿点好油吧 好 谢谢 用点我们金格勒的有机葵花籽油 这个油好 特别香 我给您多倒上一点 等会儿那锅油还没热您就准备往里放 三层热 这就可以了 可以 对 这跟我们平时炸鸡腿的想法不一样 我这是里边的熟透 外边焦黄 这不是两样了吗 两样了 牛肉 鸡腿 还有一个灵魂的东西 还有什么 面筋 这是面筋 面筋 记住 不要用刀去切 刀切它有铁锈味 这个用手撕 而且别太小 看到没有 我就是看到这儿 曼子姐可能心里又好说了 又不带手套 我洗得干干净净 一辈子的老厨师都是用手做的 放旁边晾凉 黄金大鸡腿 是吧 这多漂亮 它配上牛肉 你来想一想 我不敢想 把这个面筋放给煮 这个面筋它是全部油炸的 这个油太多 现在不是讲究健康食品吗 咱把这油给它挤出去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吃饭 吃的时候才发现得特别好吃 不知道原因 其实原因就是有人 在厨房里用了很多小窍门 小技巧 帮我们把家里的美食 处理得特别好 是的 所以家庭主厨也才是真正的大厨 我在家里做饭 最关键的是 我孩子吃了健康 我下一辈吃了人 放心 所以我家庭主厨的位子 不经意让人 来 那我们看牛肉炖的怎么样了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就得半个小时 然后咱把它切成一片一片也行 一块一块也行 现在我们就把配料拿上来 鸡腿 别犹豫 切的时候就走着 走着 太牛了 走着 你想要这带骨呢 看见没有 妈妈的刀 饱刀未老 五十多年的厨艺了 她想比拼就皮子下去了 可以 油 六成热 放上两个八角 让它变成焦黄 看看咱有多少东西 倒多少酱油 蚝油 适量白糖 牛肉圆汤倒进去 圆汤可以放进去了 这个时候 用开水挤过油的面筋 掀到底 掀放里面 因为这个面筋 它有劲 还有它主要让它味道 都浸到面筋里面 你看面筋是带孔状的 它这样它的面 味道才能都进去 明白 就让我们那个汁 被面筋所吸收进去 现在咱们开始 放咱们这两样东西 这两样太重要了 两样横菜 把这鸡腿放在一边 那条肉 再放在另一个位置 看到它开锅了是吧 让它自己大火 给它煨到收汁 最多八分钟 你也看到了 我妈也是一个 特别擅长做的菜 而且做的菜特别好吃 大家都知道 我妈回来北京都问 曼杰那个阿姨来了吗 老娘来了吗 我说来了 好嘞哪天去你家聚啊 点着明儿都要吃我妈做的菜 这个要收汤 想着 这是灵魂的东西 苟芡 苟芡 苟芡记住了 不要一次勾完 就是一般要勾两至三次 这是两次的 然后让它收了它 开始浓了 看到没有 是 看见了 红色的开始出来了 好 这个时候再收一次 我看您这个菜就挺鲜的了 我给您鲜上加鲜 鲜上加鲜 鲜上加鲜 汲取多种蛋白食材 放上一点就可以 点了点香油 点了香油就可以出锅了是吧 出锅 这是我见过料最足的黄焖牛肉啊 你再往这看 本节目由魅力厨房新米粥 独家冠名播出 魅力厨房家常粥 一袋只有水和米 简单配料加的味道 那这样 咱就开始吃和喝呗 您先等会儿 您等会儿 因为咱们今天呢 咱就不用它 不行 不行 今天咱说好了 是曼子姐跟您比拼一下 您看 你真的让我们俩打起来吗 不是不是打起来 您看您这边坐的呀 我们刚都流口水了 曼子姐人还没坐呢 让她坐 让她坐 好 你看这个手套啊 维俊子一戴上来 这个西餐主厨的架势 立马就来了 我们把这牛内条肉呢 就直接把它切成 稍微大一点的块 你看这个跟我们 黄瓣牛肉不一样 我们这个切得大一点 对 我们要腌制 对 我们要腌制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西餐三宝 好 就是洋葱西芹胡萝卜 这滚蛋切得还行吧 行 我头顶 您躲 对 从小我吃我妈饭长大的 是 是她才勾起了我对美食的那种热爱与追求 是的 是的 但是咱就吃完再说谁做的好吃 对 但是那个曼子姐的意思呢 好不好吃的 她表扬我呢 你们会当面她对方吗 会 我和我妈妈就是相处的 其实跟朋友一样 从小到大 我跟她没有什么秘密 因为我觉得有秘密的时候 我就想第一个时间跟我妈说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跟我妈妈学习 我跟我女儿也是如此一样 三到四个的冰箱 带十来颗的黑胡椒粒 放两三叶的这个香叶 原来这道菜是伯根蒂的著名的一道菜品 它就是要用伯根蒂的红酒来腌制来制作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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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倒多少葡萄酒啊这是 一瓶多 哎呦 吃个牛肉一瓶多 你知道多少钱一瓶吗 它非常好吃 它非常贵 放点百里香 现场咱们用的是干的百里香 如果有新鲜的百里香是最好 最少腌制它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腌制啊 是 是 那朋友都回家了 都走了 咱提前呢 咱们是可以提前做的 我有准备一份提前腌制好的 而且是提前一手腌制的 哦 它呢可以用酒的那里面的酸度啊 软化一下它的纤维 就入味非常好 是 咱们要把它过滤出来之后呢 把肉挑出来 因为这个呢待会呢 我需要用锅子先把它煎一下 这还得煎一下是吧 那是好吃的 多麻烦呢 你看咱那个牛肉 高压锅炖完以后一焦汁一吃又香又好 你看多麻烦 是 还有这么多酒 其实这个阿姨一直在强调说怕您这个浪费 怎么会有浪费 我这个酒 你不要看我把酒倒出来了 我待会还要用呢 一会咱喝啊 它比喝的作用还好 好 放一点 盐 黑胡椒 你一下 配料和牛肉都已经分好了 咱今天是不是可以开始做 对啊 我要拿锅 我一定要铸铁锅 看见了吗 那么这玩意还得铸铁锅 因为铸铁锅它里面有一层法郎 然后它呢锁水的功能非常好 所以我待会都不用放水 让它自己的汁水就可以把它慢慢的炖熟了 它有它的道理 这个也叫原汁原味 来吧 给您找一口合适的 这几个太小了 就是它吧 这挺大的 这可是我们回家吃饭最大的一口铸铁锅 是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点油 好 我们再来一块黄油 然后我们接下来开始煎制我们的牛肉 你知道好多外国朋友都说他做的地道 味道好 他在意大利待了这么十几年 一直在给本土的外国人做这些西餐 虽然我看啊 刘阿姨 就是之前呢一直提出很多质疑 但是真正到说起这个女儿成功的这个事业上的时候 还是对她赞不绝口 曼子呢 因为从我们家来说呢就是爱做吃的 各种东西得做出花样来 她从意大利回到中国的时候 她做了一手好的意大利菜 我开始还真不懂 我就考虑孩子在意大利这么多年 我就知道她不定受了多少苦了 我就听她干妈说她最难的时候 一个夜能睡三个小时的觉 她太懂事 太听话 就是她美拉多的反应已经出现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煎好了 好 那我们就先把它盛出来 对 你闻到香气了吗 除了那种肉的香气 然后还有一些酒的香气 对对对 就一定要把这个肉煎到这种香气了 我们要把刚才泡过的蔬菜 泡在里面 它是会伴着那种牛肉的香气 然后带着蔬菜的香气 一下子奔发出来 过来 现在坐飞机了 坐飞机了 12个小时坐去了 骨料盆萨到了 欣赏麦小姐的牛肉 不许吃好水 真棒 我们的蔬菜炒到香了 我们就把这个牛肉倒进去 好 然后我们再一起再炒一下 我们可以放一点面粉在上面 起到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勾芡 勾芡 在外国人说面粉 一直在担心那么贵的酒 别扔了 你看颜色 是 汤汁 漂亮 小伙子 焖煮两个小时 哦 好吃啊 嗯 多麻烦 看似麻烦 但是你要知道我的用心 嗯 我是给家里人做的饭 我是给我妈妈做的饭 所以我不怕麻烦 其实是想从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 一个小活动呢 来告诉妈妈 我已经完全没问题 可以承担这个厨房的这个任务了 她可以歇息一下了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快差不多了 我们再把这个放进去 其实你别看它是一道西餐 那今天如果我们有点米饭的话 配这个也是非常好吃的 也对 也很合适 对 汁已经收汁差不多了 翻火 放一块 黄油 放两块黑巧 为什么还要放黑巧的力 这个又更加增加了它的味道的层次 红酒和巧克力是很搭的 曼子姐做的红酒炖牛肉也可以了 谢谢大家 和妈妈一起做顿饭 今天菜是做成功了 但是到底曼子姐能不能成功挑战 家庭主厨妈妈的地位呢 那你说了算 今天不光我 今天还有两位裁判 我们一共三票 另外两个人估计跟你们也很熟 找的熟人 找的熟人 来欢迎二位 欢迎熟人 哇 哇 哇 来来来 真熟 是吧 哈喽 我是曼子姐的闺女 我叫赵益慧 为什么她也叫曼子姐 一直叫曼子姐 我们俩平时跟姐妹一样 这个帅哥也做个自我介绍呗 大家好 我是赵景福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姥姥 曼子姐太棒了 一儿一女人 都是吃开饭长大的 是吗 所以我先问问两位裁判 你们发内心地说 你们觉得妈妈做的好吃 还是老婆做的好吃 各有各的特色 一个做西餐好吃 一个做中餐好吃 你看看 太会说话了 那接下来咱们就尝一尝吧 这个面具可太入味了 你看看 太好吃了 一点都不生牙 而且特别嫩 特别软 肥肉不是很腻 对了 真的是老少皆宜 花老子的词真的是用不完 是吧 那接下来 妈妈做的到底怎样 咱们来 来 来 来上一块 真好吃 这两种完全不吞的感觉 这个牛肉它炖得非常的软 并且融入到红酒以后 果香 一点点微酸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好的融入到肉里 吃到嘴里瞬间的化开 那片红酒 没着急 果香味特别浓 特别好吃 吃着特别有层次感 一入口就是它的甜 然后又是果味 然后带一点点酸 反正就特别好吃 接下来我觉得 二位评委就有点难题了 然后在你们心目当中 到底哪个菜更好吃呢 这个可太难说了 太难了吧 应该是给姥姥的 因为毕竟跟姥姥待的时间更长 对 那么弟弟觉得 你这一票给谁好 我觉得还是投给妈妈吧 她太会了 是吧 没事 你已经投票 到你了 最后到我了 对 我这都没有弃权嘛 我也评不出来 但是我请出两位 并不是说一定要评谁高谁低 我能看出来 曼子姐是非常心疼妈妈的 妈妈也非常心疼曼子姐 看起来我们今天是个挑战 但其实是一家人爱的展现 两个人都希望对方能休息休息 自己承担起厨房里忙碌的那个角色 因为我妈妈呢 给我带孩子 带了17年 她很辛苦 日夜操劳 而且就当我每次很晚回家的时候 她都会做一桌菜给我吃 所以呢 这种辛苦呢 我就是想 你好好的做一餐饭给妈妈 让她去享受一下女儿给她的这种温暖和这种爱 我带这两个孩子实话实说很累 年龄不饶人 不是六十几岁 我想把我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心血 都倾注于两个孩子身上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我爱我自己的孩子 我感觉我累得值得 在我家的厨房里 我不想把这个第一名给她 我想进到家里 让她亲热一下孩子 其实看到这样温暖的一家人呢 心里特别有感觉 然后其实又影射了很多很多的家庭 其实都像这样的 孩子在外面工作忙 但是呢 孩子又不断地在关心着妈妈 我相信此时和看电视的您啊 肯定也想走进厨房 和妈妈一起做顶饭 或者呀给妈妈做顶饭